我是Mr. Wong 我是欢乐茶室的老板 开了28年在这边 坐落在吉隆坡拉曼大学学院 总校附近的欢乐茶室 不单单是包含了鸡饭档 面食档 杂饭档 西市餐档 素食档 以及太食档的茶室 它更是记载着非常多学生 居民等客人欢乐的地方 然而在这2020年3月中 由于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政府为了斩断此肺炎病毒的传播 实施行动管制令 造成了众多生意失业 营业额大幅度下降 欢乐茶室也不例外 我国的所有校园被迫关闭 各个学校开始实行线上教学 包括了吉隆坡拉曼大学学院总校 因此生意主要来源为学生群的欢乐茶室 面临着重大危机 在疫情之前欢乐茶室客四云来 但如今门可入雀 政府发布了吉隆坡拉曼大学 这时候呢 开始是两个月 然后后两个月 他们发布了两个月 所以大家也挺着急的 然后学校也发布了 我们已经发布了 在开机上学校直到 开机上学校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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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很愿意 我们已经有些 离开店了 在MCO之前我们差不多一两个星期会来 一个星期会来这边一两次 在MCO之后我们来这家店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 因为没有机会来学校 在MCO之前我有 一十一来至少两三次 在MCO之前我看茶室市面 有产兽很多人 可是到MCO过后 没有看到茶室市很少的 我刚跟你做了二十多年 还找到两餐 不然之后发生MCO之间 就非常的惨淡 为了在如此艰难的时刻生存 花乐茶室的餐饮业者 也开始寻找不一样的方式 应对这个难题 现在互联网的爆发力是很厉害 然后我在家里就每天在想 怎样去变 怎样用互联网来赚钱 然后我就想要申请那个Divili 来做可以帮到我渡过这个难关 所以做好准备是最好渡过的 这一代来讲是靠学生 因为这是靠近他科学 在这段时间来讲 学生又在放下 然后又延长 所以他们的生许是很需要讲 我可以看到在这个RMCO期间 因为学校也在关门 我认为商业被影响 没有疑问 你能看到有少数人来 但以前有很多学生来 来吃 每个时刻的日常 但你能看到 疫情是令到很多商业 而是有少数人来 你能看到在这个区域 尤其是在Wangsam,Aju,Instapak 学生的股票比较少 所以因此有一个影响 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 当政府认识 我们可以重新开 在初夏末 所以我们试试要重新开 然后商业很严重 只有这季度 我们看到商业比较稳定 但仍然我们无法破坏 如果这个MCO基区 就伸展 我们这个桌子 就是这样摆罢了 就不够包裹的 现在我们的生意就是 做平常的 少过一半都没有 以前我们很多人 现在少过一半罢了 可以算是怎么惨重罢了 钱也没有得赚 就是这样 从此而见 新冠肺炎成为了我国人民 在经济方面上的考验 虽然如此 各个参与业者 还是咬紧牙关 努力前进 他们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值得被赞颂 也值得被支持 我们支持本地生意 我支持本地生意 Let's support local business 我支持本地生意 Let's support local business 我支持本地生意 我们支持本地生意 Cipua local business 一起度过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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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